人力部属下的保障关怀与接触小组 同新加坡回教理事会合作 允许客工宿舍经营者在斋戒月期间 让客工聚集祈祷 人力部说宿舍业者可以向保障关怀与接触小组提出申请 在下星期二到下个月12号斋戒月期间 举办集体祈祷活动 不过业者必须符合一些条件 同时确保安全距离措施到位 而无法出席祈祷会的客工 仍可以在宿舍的房间内进行祈祷 而另外为配合斋戒月 人力部将延长客工接种疫苗时间到晚上10点 当局也说接种疫苗不会使信徒破戒 因此鼓励客工仍可以在来临的斋戒月继续接种疫苗